你也知道我們節目名稱叫做什麼 娛樂頭條 你也在綜合演藝圈這麼多年 最近有什麼頭條 你覺得好像這個可以當頭條 幫我們下一個標題 我覺得吳康仁那條 那條我是 我還是蠻覺得說 有的網友真的是不理智 他簽給大陸的經紀人 那說也奇怪 他今天如果簽給美國的 泰勒斯的經紀人 會有事嗎 不會有事 他今天簽給日本的 第一名的經紀公司 會有事嗎 不會有事嗎 現在老實講 華人的這個戲劇的製作中心 其實就是在大陸 這個大家也不要騙人 台灣一年就慘不出幾部戲 那吳康仁的這個演戲的風格 其實台灣也沒有那麼多的 單位可以滿足他 那他就是演員 那他想要再發展更大的市場 那應該要祝福他 你多喜歡他 你就要祝福他 他如果簽給泰勒斯的經紀人 你們會講話嗎 不會嘛 我拜託每天一整天 就一直在好搞的 台灣恐怖就是意識形態作祟 對啊 那你就不要再講下去 會變成在錄那個新聞大白話 哈哈哈哈